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彭道 我是Chris 今天來講什麼好呢 我就打算講一下公路車握把的 不同的方式 公路車一直以來都是一樣非常有學問的運動 連它的就感很基本的握法都有不同的種類 公路車的握法最常見是有三種類型 這三種類型基本上可以說是每一個車手都會應用 最普遍的三種握法 有沒有車沒有車 好高 地有少少濕 都要慢 三種類型第一種的類型就是撒便把 捉在撒便把的這個位置 第二個類型就是好像我現在這樣 拿著上把 上把的握法 最後一種 第三種類型就是下把 其實它的撒便已經提醒了你這個撒便把 捉在這個位置的作用 就是可以同時撒到車 而且也可以做到一個變速 這種的握法是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情況 例如說你上車 又或者好像我現在這樣踏平路 又或者其實你微微落車 都可以捉在這個位置 可以同時撒一撒車 控制到你的速度 需要變速的時候 這樣又可以變速 這樣就拿著在這個撒便把的位置 可以說是踏公路車的各種車手 都是用得最多的一種握法 好了 第二種的類型 第二種的類型就是這一個 就是上把的握法 這個握法用起來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捉在這個位置 是按不到撒車的 要撒車的時候 要伸手來這個位置 或者是這樣 你才可以撒到車 所以上把的握法 多數是好像我現在這樣 平路休閒踩的時候 又或者是你爬球的時候 上車的都可以捉在上把的位置 但是拿著上把的身體就會推得比較後 不像是捉在撒便把的位置 好 現在就來講第三種的類型 第三種的類型就是 捉在下把的位置 多數捉在下把是踩得比較快 想有一個爆炸力 一個爆發力就會捉在下把 還有可以降低風阻 令到風阻沒那麼大 還有拿著下把的重心就會低一點 重心低一點 手車都會穩定一點 穩定一點之餘 操控性其實都會變得更好 如果拿著下把的話 靈敏度會提高 所以下一些高速的斜路 又或者劈彎的時候 想一架車可以穩定一點 同時操控性提升 就可以拿著下把 那這三種的壓法類型大概就是這樣 當然除了剛才說的那三種的壓法 還有一些比較奇特 另類的壓法都有 有一些的壓法是 有些人可能自創出來 都不出奇 例如說有些車手 很喜歡反手的 這樣捉住這個位置 這樣捉住來踩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 又或者是這樣 將接近手肘的位置 就放在上把 有各式其式的 不同壓把的方法 這些不同的方法 其實都沒有絕對的 我看到有些人在踩平路 可能有一堆人捉住煞變靶 有些人捉住下把 有些人在下斜 你會發覺 他是拿著下把 又可能有些人捉住上面都有 當然如果是下一些長斜的話 多數都是拿著下把 但是有時短短地下斜 就未必說全程是捉住下面 所以什麼時候捉哪個位 是沒有明文的規定 嘩 令我省起 很久很久以前 記不記得有一次我在城門河 有一次在城門河 就被電動滑板車爬頭 然後很快的 如果是沖線的那種 最後爆車沖線的那種 就多數是捉住下把 如果是說剛剛起步 例如說等燈的 等燈剛剛起步 就捉住這個煞變靶 然後抽車 不過有些人就會 可能他是捉住煞變靶 他一開始起步不是抽車的 他就這樣坐在那裡踩 然後捉住下面 再抽 我都見過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做法 嘩 看到後面有一盞白光 來了 等我休閒踩了那麼久 終於有一盞光了 是不是單車呢 但我正正打算開始加速了 嘩 追到上來的話 就跟著我來 我開始加速了 例如說我現在 就捉住煞變靶的位置 我打算等一會 就捉回下把 暫時就捉住上面 其實是沒什麼所謂的 不過我就想捉住上面 先捉住上面 嘩 戴著口罩 好辛苦 嘩 開始無法呼吸 好了 那就捉下把 準備要衝刺了 地太濕了 我都不敢踩太快 下把衝刺就可以這樣 最後捉住下把 抽車 好啦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那我都回去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又下條片 再見啦 再次見 待會了 1 2 3 3 3 4 5 5 6 7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